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韩国瑜的方面他们打的是各种不同的战术 包括监票 包括所谓的什么罢韩国家队的指控会选 今天又有一招那就是他们的律师叶庆元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停止霸选的这种法律行动 一波又一波 为什么就是不死心呢 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来讨论 同时被指控会选的刘嘉宇小姐今天要跟我们电话连线 说清楚讲明白他到底属于哪个政党 而他送的干洗手究竟是金流哪里来 当时的目的何在 此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要跟大家分析的是 决定韩国瑜的命运应该是台湾的一个大的氛围 而这个大的氛围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又有了一个危机的意识 中国当局他在吃掉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之后 下一步是不是就针对台湾呢 他们有一个反分裂法 反分裂法之后会不会出现了台版的国安法呢 这个时候跟共产党当局呢 关系良好所谓一个中国 九二共事的国民党当然是备受考验 而国民党里进过中联办的韩国瑜 是不是就代表那个港版国安法后面的力量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六月六号是不是对港版国安法投下赞成跟否定票的一个决定点呢 这一点当然对韩国瑜是不利的 因为全台湾对于台湾跟香港之间蠢齿相依的关系 它的支持度是非常高 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来讨论 港版国安法是中国背后开枪韩国瑜吗 同时很多的蓝营的媒体人在最后关头替韩国瑜叫取 它其中包括了有一些过去的节目主持人 跟现在的节目主持人 但是在媒体界有非常资深的人士 他们那出身是蓝营 过去也挺过韩国瑜选总统 现在却在脸书上面频频的发文 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他支持罢免韩国瑜的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位非常资深的记者梁东平先生呢 今天要跟我们视讯连线来说明他为什么在这个关头里面 他支持罢免韩国瑜 而香港的命运 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的为大家做一个同理性的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我们的来宾了 第一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来自高雄 刘时芳 扣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黄文毅 扣姐好 大家好 好 高雄市民 他现在呢 他其实跟香港也有渊源 因为他是在香港出生的 温朗东 大家好 欢迎你 为各位介绍时代力量 他这一次 扣妹韩国瑜里面 时代力量是一个公开的支持的立场 周伟航 扣姐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 邱明毅 扣姐好 大家好 律师黄定 扣姐大家好 国民党的代表是 桃园市议员黄建平 扣姐好 大家平安 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 罢免韩国瑜跟反罢免呢 现在有非常多的 针锋相对的地方 反罢方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招数 最新的一招 就是右向法院来申请 要停止罢免 只剩了不到九天的时间 他真的能够达到目的吗 距离罢韩投票 剩不到十天 韩正寅又有动作了 其实这个是法律上面的专业过程 都交给律师 他提供他的专业上面的建议 那我们都会尊重 这招新证实 韩正寅已裁定理由 矛盾再一次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 而这也让绿营议员忍不住狠批 韩国医市长真的死皮赖脸 而且是死不要脸 一再的提出申请 而且再一再的提出抗告 明显就是要跟高雄市民作对 聘请他们国民党的这个大律师呢 一再提出抗告浪费司法资源 不是用垂死挣扎来形容 这简单来说 那种台语讲 那就是教书就要拔大 然后想尽办法看能不能翻盘 在这边呼吁韩国医市长 如果想要在高雄留下一个历史地位 就尊重民意 面对民主尊重我们的整个霸凌程序 韩国瑜这场反制霸函的法律战 从4月开打 他为请律师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请停止执行中选会准许的 第二阶段连述程序的公函 之后屡败屡战 5月27号再提抗告 而现在对韩国瑜步步进逼的 还有昔日战友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他在脸书发文 说韩国瑜欠高雄市民太多了 有诚意的话就把一票30元 总共2600多万元还给高雄市民 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困难 所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法里面的一个建议 其实当时并不是针对高雄市长选举 所以这个事情评论的脉络 跟黄女士的认知 其实有误差的 好请教施芳你在高雄观察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 他说叫大家不要投票 可是反制这个罢免呢 却有频频出招 有这个监票 那还有这个所谓的 黑道系统的这个传言之外呢 同时今天最新的就是 叶庆元他的律师 跟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诉 已经搞了三次了都被驳回嘛 对不对 而且6月6号之前 下个礼拜也 之前会有判决吗 同时呢 在高雄很多的选民呢 向里长来这个投诉 他们投票同志单要求签名也就罢了 而且还搞错了 这个选区弄到另外一个选区 投票同志单乱级一通 这些好像都是事实 你看到底在选情的这个不利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阵营还有哪些做法 我觉得就是因为韩国瑜的选情 非常不利 所以他现在鸽派跟鹰派的 所有的动作全部都出笼 就像说这个叶律师 再次提起这个抗告 那其实懂一些法律的人都知道 这个抗告到底有效跟没有效 可是问题是他用这样的方式 再次去提醒人家说 抗告这招有效 希望大家可以挺他 让他反罢免的动作可以再高一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没有效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管他是用冷嘲热讽的方式 或是用温情的方式 或用这种监票监人的动作 在过去两个礼拜内 就是让我们的港督 整个高雄就是沸沸扬扬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韩国瑜的阵营要冷处理 或是按照江启臣所要兵处理 其实都达不到了 都开始热腾起来了 那既然热腾起来以后 可能这鹰派就是站上线了 除了一些蓝营的这些媒体 一直在鼓吹很多人说不要去以外 其实我看到以前挺韩挺得非常强烈 这个张立敏小姐 她在过去挺韩非常是不予一力 现在又出来讲话了 说这个高雄人又有脑袋 多想想 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这个动作 频频又让人家回到以前 让高雄人在想到说 我们2018年的那一个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觉得说韩国瑜 他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手法 他意图在引起说韩粉你回来吧 你来支持我吧 不管用什么动作 我们就是来抵制罢韩的这一方 反罢韩的方式不会成功 我所了解的部分就是说很多人知道说 你要来接我的票 那我会紧张 那现在我们找出来了 就是有这个警政署会要求 更多的这个力量要下去 在30公尺内会增派警力 让人家不要去用全程监控的方式 所以慢慢很多高雄人都放心了 所以要去领选票 或者是选票没有 这个投票通知 但没有拿到的人 也可以拿身份去投票 这些人就慢慢多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韩国瑜 我看这个最后的这个 八九天的时间 大概就是他待在高雄市政府的最后八九天 你是不是有信心 请教梅雨 那你是认为说 你的消息是国民党自己有沙盘推演 那我们监票 喝退这个去投票所 投票的人是有效的 那为什么呢 第二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 又开始向那个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诉 他是27号提的 今天是29号 那下个礼拜六就要投票了 那礼拜六以前 就是礼拜五上班日之前 会有判决吗 他是觉得最高行政法院里面 有韩粉吗 哇 呃 酷姐问到重点 我先讲到那个第一个啦 第一个就是 我就我了解 就是说 国民党 他们就是有做了很多的沙盘推演 包括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找这个马英九啦 找王金平啦 然后甚至找一些本土派 这个比较要形象好的啦 譬如说像蒋冠安安 这些人是不是下去救他这样子 问题是说 这些都是国民党内的宪策 可是他们研究之后发现其实都没有用 那唯一有效的这个策略 就是用监票这一招 当然不是说像国民党 他们所说的啊 什么四点以后啦 再去什么拿全程录影 根本不是这样 就是其实是像大家之前所说的 就是看看到底在路口 好去看 到底是哪个团体 哪一个这个身份的人出来投票 他们认为会造成比较恐惧的效果啦 所以他们研究的结果 就是所有的策略 站台啊什么都没有用 监票这一招 是最能抵消这个投票的一个结果 那刚刚讲到今天最新的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还要再提起上诉这一招 这前两次不是都已经被驳回了 为什么好像还是不放弃 继续再提 就我了解就是说 刚刚四方委员也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在这个韩国瑜身边 确实有鹰派跟鸽派 那坦白讲啦 韩国瑜他们不是没有定调 就是已经定调了嘛 就是要冷处理嘛 对啊 非要投票啊 对 就冷处理 冷处理就是市府派就是冷处理嘛 就是你不要再升高对立的嘛 那问题就是说 你鹰派就是不听鸽派的嘛 鹰派他就是自行歧视嘛 他就做他做他 他就做他的 那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韩国瑜就是对于 这个乡亲派 云林乡亲派 或是夫人派的这个鹰派 他是完全管不住他嘛 所以就变成说 就是说你鸽派做鸽派的 鹰派做鹰派的 尽管他们定调了要这样 那韩国瑜就是压不住 压不住这个鹰派 所以鹰派要怎么做 对韩国瑜来讲 他也没有办法啦 那其实他们最后还有一个目的 其实鹰派为什么 还要再继续上诉 他们认为说 韩国瑜如果就算罢韩他输了 问题是你要延续 韩国瑜的一个政治生命的话 那未来呢 他还是必须要凝聚韩粉嘛 所以他要用司法这一招呢 以后又来诉诸 就是说绿营的不公不义 对 其实他还是有后面的盘算 所以就算被罢了 那个未来的法律战 确实在他们的推演范围之内 对他就知道号召韩粉嘛 就是跟你讲说 你看那个法院就是民进党开的嘛 那反正就是这个不公不义嘛 就是所以他们未来 如果说韩国瑜还有 继续的一个政治盘算的话 他觉得用司法战这一个 就是以这个反正也知道是输 如果是输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 可是他可以就是说 你这个不公不义啊 民进党这个法院民进党开的啊 就是这个司法的受害者啦 累积他那个被迫害的 这样子 对就是两个点嘛 一个他自己压不住鹰派嘛 第二个就是用这个司法的诉讼 来凝聚韩粉 然后打压变成自己是司法的受害者 然后凸显民进党的不公不义啦 好近平他这样做有用吗 我是没听过说要这个用 呃不管是说司法也好 或者是刚刚讲的说 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监票 然后到这个外面的什么 三十四公尺外 去让人家觉得有压力 真的在党里面 我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前两天 我自己提案说要求下礼拜三国民党中常会不要开 啊 能不能说这个党主席和民事长 能够相关的这个干部下去高雄帮忙 就能够去帮忙 所以刚刚明昱讲 我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消息从哪里来啦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 这个比较难说两边就是 就是很尴尬 因为你要多做什么 就是要配合这个韩国瑜那边 然后重点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当初韩国瑜本人 韩市长他喊出来的监票 跟我们希望监票 跟现在这两天传出来说什么 啊看到有人什么给压 那已经不是完 我们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警政署长说 有这样的一个情知传我们说 我们也要求说赶快抓赶快办 部署重兵去看哪一个是在造成这样的一个 民众的这个压力或心理恐慌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所谓的监票是 刚刚明昱所讲的 一个是四点以前 我们是四点以后 因为现在这几年的选举下来 很多的这个地方都会认为说 不信任啊 什么社会的这个撕裂的 这个太严重啊 包括这个1月11号 这个蔡英文选完之后 他的这个得票 还会有人在质疑 不好意思 这是选务单位是高雄市政府 对 这个主委是陈雄文 就算是这样 我跟你讲 就算是这样 民众还是会有疑虑的 这个就算是这样 民众我跟你讲 一样会有疑虑的 可是你们也知道了 你们那个 就是他出来讲的那个 所谓的监票 然后透过千军万麻 那个来相见 哪一只穿银券 然后又要全程录影 看看谁在投 陈玉珍啊 什么的 这些操作让人家觉得 他是在用恐吓牌 不是像柯姐 你刚刚讲说 那个原来说陈玉珍 或是谁哪个人的说法 说那个 因为我们都照法律的规定是 在投票所里面 或者是那个 在投票过程 你不可能去做任何录音录影的动作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第四区党部所贴出来的 叫人家去全程录影 应该是讲监票以后吧 就开 投开票 我不晓得 我没有看到他那个时间 选务是高雄市选委会 是韩国瑜的人马主办的 因为最后那个高雄市 他主办的 可是最后还是会回到中选会 你所谓要公票 所以大家这个要公开的检视 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做 因为他们会害怕会急 可是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为你 这个打这个上诉官司 到底在干嘛啊 真的是歹系脱棚 前三次都已经被驳回了 这一次他在 他在玩俄罗斯轮盘吗 上诉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个韩粉 韩粉一看 耶 给你停止这个选举 然后他就赢了 也其实不是啦 叶庆元身为他的这个律师 又是我们的这个考机会的这个主委 其实刚刚茗玉讲的前半段 我觉得我可以认同 后面就前面 他讲要把这个司法 做一个对于他个人来讲 是非的一个定案 他打一个大是大非 但后面是不是作为什么 他国民党以后他被罢免 就算如果他真的被罢免 司法政治被受害者 然后要继续打法律战 然后他如果后面要把这个拿来 做一个什么政治资本的累积啊 做的我觉得是过度的隐身 要不然他在最后几天 最后才七天的时间里面 去上诉这个最高行动 他是不是对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身边的幕僚 分成两派主战或组合的 哪一种方式会比较有效 比如说安抚主战派 用这种方式 但是我知道他们的个性 和他们的做法和逻辑 是说认为这个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是非 因为他觉得 他受到了这个抹黑 那你个人认为 继续打这个最高行 打这种停止选举战 有用吗 那当然到选后 你说要拖住什么选举 补选那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觉得 哪里来的这个 那么多的谬论会觉得说 因为这样的方式选举 就会这个到时候 如果真的罢名成功了 补选就不会进行 然后就就就停下来了 然后拖个半年 然后这个让这个蔡英文 指定代理了这个市政府 或者这都不可能 补选是我认为 如果真的罢名成功 补选是势在必行 那一定是很快的 就继续选举 然后也可能就是几乎 可以笃定就是 假如说民进党的候选人 就是民进党候选当选 几乎就是这样 你们国民党没有人啊 所以说想要用偷补选啊 然后赶快监护口 派的可能的人来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树倒胡勋散 那这种状况之下 谁想去当炮灰 我跟你讲 不要说在地的 在地如果有人敢出来 我佩服他 如果没有人敢出来 你说叫大咖千物吉 那简直是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提前把两只手折断 谁要运作这个事 好 靳平有 通常都有比较逻辑理性的分析 可是韩国瑜这个人的行为 是很难预测的啊 对不对 你实在没有料到他 会突然打一个 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上诉 那那个靳平说是大事大非 可是民意认为说 他们后面在累积 未来的政治操作的资本 几次几次几次 你都给我驳回啊 所以我现在被你罢掉了 我还是不服气啊 地影你觉得他的目的 最高行政法院里面 会不会真的在六月五号 下午的时候说停止选举 有可能吧 一个可能性是说 他在碰运气嘛 就是说到底法官系统里面 会不会遇到寒粉 这是按碰碰运气 另外一个就像明玉姐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可能在 他前面已经被驳掉三次了 这次如果再上到最高行政法院 有可能就驳第四次 我们知道在行政 停止执行的申请 我们做律师都知道 要件也是非常严格 其实在这一次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驳回韩国瑜 就已经告诉他说 你那个所有的指控 什么偷跑 那些都不是法律上的问题 根本没有违法的问题 他已经很清楚 每个点都回答点韩国瑜 他为什么还要再抗告 当然一方面 他可能觉得碰碰运气 另外一方面是说 那我后面就可以营造 我已经被驳回三次 我在驳回第四次 我就好像在司法上面 受到打压 这个当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操作 但是大家要记得 他提起的这个抗告的时间 是527 527高雄发生什么事 在淹水 他口 我嘴喊要致水 一手签抗告 那你就代表说 他的心理其实不是在care 说老百姓可能会淹水 老百姓可能遇到豪大雨 而是他心理care的是说 我会不会被罢免成功 我赶快来签法律文件 签的不是致水公文 而是抗告状 最高行政法院 他是用 他是用上诉的方式 他是抗告 他叫抗告 因为他前面的裁定是驳回 那最高行政法院 可以自己裁定吗 他可以敬为裁定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认为韩国瑜 我真的非常欣赏他 所以我不管法律上的要件 正常法律要件 他都不会成 就是说难以回复的损害 是什么 就是前面他似乎三次 那你判断里面有韩粉法官吗 我不能排除这件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的司法体系 特别比较特别 所以我不能排除可能性 只有说正常理性的法律要件 判断上面都不可能会成立 他前面被剥掉三次的 三次提第四次 还是类似的理由 所以黄定律师告诉我们 六月五号之前 如果来到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 韩粉法官 这个进行采定停止选举 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说几率非常低 就算低还是有 这就是叶庆元跟韩国瑜 他们在赌的最后一把 可能是碰一个运气 那他们这一次在选举里面 有非常多 现在这个党的这个中央 跟立法委员 跟地方的民意代表高雄市议员 大家一起开记者会指控会选 这个还说有罢韩的这个国家队 然后那个越指控越大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送肝洗手的这个抗郡 这个精油 这一位送爱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家宇 被认为是民进党的就是经手人 那现在呢 我们要跟在电话线上的刘家宇理事长来连线 他要来告诉我们说 这件事情究竟来龙去莫是如何 那理事长你好 是你好 好 请教你 最近邱玉轩以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林薇州等人 他们开了记者会放了影片 说你送的那个肝洗手就是会选 请教一下 你的这个肝洗手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 那他的经费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他们会有罢免韩国瑜的文宣跟这个肝洗手 一起发送的这些影片呢 我们这个肝这个防务抗疫呢 他是我们一个善心企业家 他今年他是今年为了这个防疫 他有全省都在送 那因为他知道我我有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所以他就赞助我赞助我一批一千份 一千份 然后呢他要让我发送给里面 那他是在5月14号送到我协会 我手上给我 所以我就安排5月24号来发送这一个 那也正好最近 对我就是要安排这个点 把这一批产品发出去 然后正好因为最近很多里面 他们在反应跟我反应说 我们这一次到底是在哪里投票 怎么好像都不一样 这样子 因为太多人问了 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回 那所以呢 我就做了这个投票地点的 那个手写的 我是用手写的 然后我们也是针对投票 我们有7个点下去发送 我也是要让人家说 你们6月6号就是在这里投票 你们住的 你是住几林 你就是在哪边投票 我们的只是这个样子 在宣导投票地点 这是我们的用意 是 那你发送的 所以你是一边给这个干洗手 一边告诉他们投票地点在哪里 那邱玉轩他们说 你还有这个给罢免韩国瑜的文宣 还说拜托了 你发你派出去的发送的人 是这样说的 你有看到那个影片吗 那个是事实吗 我看到的 我我我他们第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一段录音 然后里面是我本人讲的 我请各位 我有跟我们我发送的人 我跟他说6月6号 请记得去投票哦 就这样子 是好 所以你没有讲要投罢免票 或是反对票吗 对不对 是完全没有 请教你 那他们又说你跟赵天龄之间 有过去有一个 什么帮赵天龄办公室服务 他跟工作上的关系 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又又又更扯 这是在大概是106年吧 就是我们高雄市长 民进党和高雄市长初选的时候 到天龄委员他的服务处那边 因为他有参加初选嘛 是 然后他的那个人手可能不足 所以我的朋友就介绍我去帮忙 那他初选结束之后呢 我就退出了 因为那只是一个初选阶段的组织的协助而已 你一直是 所以以后就没有任何为他这个在他办公室啊 或是整个其他的任何的工作上的关系了吗 对不对 没有 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说我107年参选里长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对手他本身是防昭顺委员的助理 所以我就去拜托天龄委员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挂你的 一样就是之前就是组织部的执行长 所以你挂过 我挂了我就有挂 我就喜欢请那个天龄委员让我挂 因为这样子大家在竞争上感觉平台上比较一样 你是无党籍一直是无党籍吗 我一直是无党籍 那你说那个善心的这个企业家 他送了你一千屏吗 那他在送你这个干洗手的时候 有告诉你他的政治立场吗 有要求你在发送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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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 因为他我们这一个呢 他是我们国际私质会的前国际理事 他一直长期都是在做公益 而且他这一批物资他做很多 他今年我们全台湾各地都有在发 而且国外也有 但是已经被告到这个地检署去了 告发了他们检举了 将来是要彻查你的 而且要这个调查所有的证据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需要再反诬告吗 这个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动作吗 你这几天他们有跟你联系 或是你有跟他们联系吗 没有我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 但是呢我的志工呢 他们现在就感觉心里很 别的说今天怎么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大家也是出来 因为出来帮忙发这个洗手艺送给民众 因为其实我们我们协会平常我们就常常在办活动 也发送过很多东西 并不是第一次 可是那 对我请教你啊 你在电话线上 看不到我们的这个 CG上的文宣品 因为他们说你们的这个送干洗手的时候 中间还有罢免韩国瑜的 罢韩快讯的文宣 那个是谁给你的 那为什么有人是这样送出去的呢 你有去查清楚吗 可是我们并没有提供这个单子啊 我们当天完全没有罢免韩国瑜的文宣 你只有叫大家投票 我们只有鼓励大家投票 而且我们有一份手写的 就是那个6月6号罢免选举的投票地点 你是用手写然后又隐映的 叫大家在你所熟知的那个投票所去投票嘛 好 这近平 那国民党是不是就这个一花接木啊 什么邱宇轩啊 林薇舟这个大张旗鼓的来指控刘家瑜 那如果刘家瑜所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不是一个会选的一个假戏吗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个黄近平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我看他你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刘家瑜 我先讲 我相信这个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还有这个邱宇轩 北上到国民党这个立法院来开记者会 不太可能说要敢做这种一花接木 那这种事情也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跟政治信誉 所以林薇舟 立法委员林薇舟也是我们的执行长 他有讲说如果他有讲错的 欢迎他们去误告 所以这边我也想要请教那个刘家瑜 刘理事长 我是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虽然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看到现场的一些状况 我跟你一样 跟大家和观众朋友一样 都是看到电视新闻 然后他们在那个立法院开记者会 有拿这些东西跟照片和录影党出来指控 那如果照这个林薇舟 和这些民意代表国民党的议员所讲的 那刘理事长如果说没有 你没有准备那些东西 到时候除了 当然这个检方会查这件事 你会跟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权利说 你没有这个发这些东西 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会对他们提出误告呢 就是类似像林薇舟 还有像这个国民党议员 有没有可能如果 照这样讲 我是相信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 但如果不时 你觉得你没有发这个 你是被诬赖了 你会对他们提出误告吗 因为这会变成说各说各话 会变成一种罗生门 连我们都查不清 可能连检方都查不清 何况是我们 刘小姐 关于这个误告问题 有很多朋友在讲啊 线上我的粉丝也很多朋友 根本都不认识的朋友 他们都一直说让我提出误告 那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讲实在 我不想躺这个浑水 我真的很莫名其妙 以往我也没有空去整天跑法院 去参与这个你们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只希望这件事情赶快查完 然后赶快落幕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烦恼以后 我协会的志工要如何来参与我协会的活动 你的协会的志工有分不同的政党吗 还是只有 有都有 我们的协会 我们协会里面什么有挺蓝的 有挺绿的 也有无档 完全就是中立的 我们没有设限 我们协会没有设限 说你的政治立场要怎样才可以接 这个这个扣姐 我怎么可能 理事长讲的我相信 协会跟民间团体组织 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 这个没办法 对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是说 你觉得他提出误告才能够澄清他的清白吗 要不然这个事情因为很敏感 因为很敏感 因为像刚刚他讲说他只有手写一个616要去哪里投票 7个投票点 这个要记得去投票 然后他能说协会平常有在做这个我也相信 但是因为时间点太近了 很敏感 你难免就会让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就是把他扛拜联想在一起 以至于发生这个 我相信 我自己相信 反罢韩团体就是他们看到 终于抓到了 会有一种建立信息 这不可否认 那罢韩团体会觉得 怎么突然就一个礼拜突然出这个 是我们要的吗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刘小姐刘理事长他压力就会很大 那协会的会员也会可能质疑说 理事长你怎么这样 我们平常都在做你为什么要这个节骨眼 所以我刚才会问他说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动作 这也是捍卫你自己清白跟协会的立场 以及这个事情平天的一个政治疑云 他觉得他躺了混水吗 这个理事长请问你现在警方跟检方有任何人跟你联系过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他们是礼拜三开了记者会吧 礼拜三早上 礼拜三早上 刘师傅委员要补充 对我在第一时间内有跟刘嘉宇小姐跟他提到说 你要不要去控告 因为我认为说国民党的市议员在议会里面 直接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罢韩的这个快讯 然后就从这个这个干洗手的盒子里面拿出来 但是事实上从他们所提供的影片里面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也没有罢韩团体 然后在那边巴送罢韩的这样子的一个传单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罗生门 但是我也觉得说 如果林维州委员在立法院讲的非常清楚 希望雄检查清楚 我也认为说刘嘉宇小姐 要能够很大方的去接受这样子的这个查查会比较好 因为我相信刘嘉宇 因为他在他在处理的很多志工都是一些妈妈 你们过去都是认识的吗 我们认识 而且互动都蛮好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一个影片里面 并没有出现这个罢韩团体的人 也没有出现罢韩团体的人 在那边发送这样罢韩的快讯的时候 你把两个合在一起 大家就会觉得说像刚刚扣威姐讲了 是不是有人移花接木呢 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把罢韩的通知書放到里面去 然后就拿到记者会说你看看 这个是他们在所谓的这个会罢了 不要说会选 会罢的一个行为 所以刘嘉宇 他自己在处理这个协会的时候 其实很辛苦 好多这个协会的会员挺蓝的挺绿的 然后无党级的一定都会 针对这件事情会比较 心情会比较忧郁一点 所以那个刘小姐可能也会针对这个部分 未来需要法律的协助的话 我们应该会大力帮忙 比较好 刘小姐如果你被约谈的话 被侦查的话 你会去主动的会诚实的完全告诉 那当然如果他们有找我我会配合 好 议员黄文艺在现场 我刚看那个镜头 如果那是刘理事长的发送文宣 他在马路上 他说6月6号 我觉得台湾史上优势以来 我还没有看过有人会选 在马路上 然后去跟陌生人去会选 我说真的 没有人这么大胆 因为你陌生人来的是蓝势率 你根本不晓得 你居然说 如果那支影片是他们指控影片的话 看起来是在马路上 是在公开场合 我到现在真的还没有 有谁没有听闻说过 有哪一个政党的人 为了会选 跑到大马路 所以你认为是不可能的 不太可能啦 会选要跟私下 比如说 塑地下 然后大辣辣的跑去外面 然后你来的 如果是蓝本怎么办 好我们看影片上有 对啊 他在马路上啊 你指控一个人在马路上发这个 提醒人家去投票 文宣说这是会选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就讲不通嘛 台湾有人在马路上会选 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 因为这个国民党从立委到那个议员呢 公开开记者会啊 控诉这个刘嘉宇小姐的这个 所发的这个啊 所谓干洗手 是一个有计划的会选 里面还有文宣 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严重 那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之下 所谓的罢韩国家队啊 的指控 以及到最后关头 非常多立场一致的人 开始表达了他们挺韩国瑜的立场 这里面呢包括了资深的这个媒体人李燕秋 他说他在脸书说韩国瑜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诉求做一任 那这个唐湘龙说失去韩国瑜的高雄呢 就会失去未来 那他说他除了去选总统之外 他做错了什么吗 那陈辉文说韩国瑜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把他妖魔化 大家拿显微镜 放大镜看他 他是敢做什么呢 因为大家用显微镜放大镜看他 请教一下 这个朗东 那你也是这个政治评论的人嘛 到了最后关头 这些人都出遍了 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视讯的 也是同样背景的 是眷村出身的 而且呢也在这个同样的一个 类似的抱团当中服务的 资深的媒体人梁东平先生来告诉我们 他是不一样的立场 他是挺霸函的 因为他认为他的市政做得不好 可是朗东为什么这些人纷纷跳出来 那可是也有人说韩国瑜很倒霉 因为港版的香港的这个国安法通过之后 在这个氛围之下 其实头不头罢免韩国瑜 就是赞不赞成港版国安法的一个 这个公投的一次小小的 这个选民高雄市民的抉择 你认为呢 韩国瑜没有倒霉啦 直接说他自找的啦 像是香港国安法这件事情 韩国瑜可不可以发声明 谴责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没有做嘛 他说他不是领导人啊 他只是市长而已 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不想要发表这些事情了 可是他选了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又说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 遇到可能会得罪中国 中国不开心事情 他就不讲 难免说对于台湾人来讲 你就觉得看这样的一个市长 就心里面觉得怪怪的 然后接下来 不管是陈辉文也好 李燕秋也好 讲的真的是很荒谬啦 陈辉文就说什么 哇这个其实是高雄人的事情 你不是高雄人不要去理 第一个我现在户籍就在高雄凤山 所以我现在是高雄人 第二个陈辉文自己是花莲人 他要提这个事情干什么 而且关心民主选举 以及一些干扰民主选举的那些 什么监督啊监事啊 这些奥母 原本是全台湾的人 都可以去做的事情 跟你是哪一边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李燕秋讲这个 我觉得更好笑 他其实跟邱雨萱讲一样啦 就是说高雄都被煽动 都是被仇恨动员 希望大家理性一点 高雄人超级理性的呢 就是我们很理性的分析知道 韩国瑜真的很烂 所以我们很理性的去投罢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很理性的去看 你就想想看 韩国瑜到底这一年半来 他有什么政绩 没有嘛 他对高雄未来的发展有什么 他一直强调治水 结果没有半个治宏 是他规划的 然后呢 那个爱琴摩天都喊了半天 到现在一直说中央卡搭 然后他连一个规划书 在他进发局上都拿不出来 然后呢 这包含是说呢 他整个对城市的发展 他这个未来怎么样发财 有什么样的经贸园去要做 都是零 他对高雄是完全没有任何理性的建议的 所以你看嘛 李燕秋如果他要理性的 包括韩国瑜辩论 他是不是可以讲出韩国瑜的具体政绩 我有做一个双语教学 其实双语教学是什么呢 就是花了两三千万 请了三四十个外籍老师 去一些国中小学那边教了这个英语 然后也包含的是说呢 他们有些帮助珍珠妈妈 就是一些年纪小的单亲妈妈 其实这些都是好事 就是以后应该继续做 可是跟你一开始所讲的 发大财的那个期待差太多了 你市长做了一年半 结果你能够端出来的政绩 就是说我有做一些帮忙 弱势跟慈善的人 我帮助几十个几百个人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做市长做得差 其实凭良心说 这些蓝营的这个媒体人 私下也都知道韩国瑜 他有施政上面这个不足之处 他去选总统也有过分 甚至于也有人私下也承认 他是个草包 可是到了最后 仍然要蓝绿对决总动员 就是这个仍然要以自己的DNA 或者是自己所属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讲话 那这三位是指标 那更别讲张立敏 我的天啊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或选市长的时候吧 是不是痛骂过 这个陈菊花妈 然后被告了之后道歉了 然后就案子就结束了 今天还是忍不住 还是讲话的耶 你觉得他们的讲话 伟航他们讲话是从 这个对韩国瑜的市政领导能力的谈话吗 还是意识形态呢 他说 还有七天用你们的脑袋想一想 他到底是挡了谁的财路 才搞得可怜兮兮被人攻击 过去不知道辛苦 等做了韩市长工作之后 才知道什么叫工作辛苦 他在等于他在高雄做一年 等于在台北做二十年的工作量 这个是因为他二十年 在台北都没工作 我北类都在做事上 我们团体有什么错 我们那个团队有什么错 我们还要我们跟台湾人道歉 世界上有这种歪理吗 现在竟然听到有人说 高雄对不起台湾人等等 他们这些人出来 有帮助吗 其实都还是意识形态 我想这个像 那个唐湘龙李燕秋 不出来挺韩才新闻 那他们出来挺韩 其实你可以关注 他所持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 反正就是 大家就是要支持韩国瑜 我不管啦我不管啦 你一定要支持韩国瑜 他想的诉求 比如说韩国瑜难道没有做 他其实会丢很多问号 就像说什么韩国瑜 这个是不是挡了谁的财路 韩国瑜在高雄会闹到快要被拜扁 就是他挡了全高雄人的财路 不是吗 就是没有方大财嘛 高雄人的财路都被挡了嘛 所以重点在于说 其实他们最后面出来喊话 并不让人意外意 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 对于整体局势而言 现在罢免的核心观念就是 有那么多的人 非常不满意韩国瑜 现在你满意韩国瑜那些人 你反复去动员 他已经毫无意义 因为韩国瑜自己叫这些人 不要投票啊 所以在那讲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唐湘荣荣会认为他自己对于讨厌韩国瑜的人有说服力吗 这个是全中国民国大概不会有的见解啦 所以讲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认为 包括像秋鱼先这些人 其实他不是有一个用途就是不管韩国瑜后来怎么样 他们都要去把韩粉收割掉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到最后都还跟韩国瑜站在一起嘛 所以我是韩家军 原来来一个人现在是要收容韩国 以后就是拜托多多照顾 韩粉没有这样子 韩粉没有这么好收容 不要不要这样走 就是原则上来说 像这样的操作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了 其实像之前的李莱西不也是这样操作吗 不然他为什么在韩粉骂 那个婉玉骂那么久之后 突然又跳出来呢 其实都是同样原理啦 就是不管韩国瑜怎么样 要收割都要赶快收割 能割多少就割多少带回家啦 伟航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 这些人对于讨厌韩国瑜的人有说服力吗 连看都不会看 你也是身为媒体人啊 这些人对于讨厌韩国瑜 一定要罢免韩国瑜的人 他们有力量吗 因为在这些人眼里 他们跟韩国瑜差不多啊 这几个人加上张立敏 那你们这样出来讲 不是跟加深这些人的罢免韩国瑜人的集体意志吗 为什么这样操作 所以就会觉得让韩国瑜觉得很头痛吗 因为韩国瑜 韩国瑜头痛啊 我还以为韩国瑜打电话叫他们支持的咧 韩国瑜应该不会做 韩国瑜应该是不会这样做啦 不过那个李燕秋的话比较奇怪 因为他不是当时就主张说如果连署二次就过的话 韩国瑜不是应该主动要辞职吗 对对对他的立场反复 对啊那他之前韩国瑜到现在都还没有自己主动辞职 那为什么他又出来要再继续帮他讲说什么 韩国瑜能够做的就是诉求只做一任 可是诉求只做一任这个这个这个主张也蛮奇怪的 因为韩国瑜他已经讲了嘛 包括他那个治水啊 他不是就说再给我两到三年的时间吗 是啊那看起来就是如果说他只做一任 然后呢然后他治水做一半就落跑了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都没有得到韩国瑜 在旁边帮韩国瑜敲边谷 我不觉得他是帮韩国瑜反正是害了韩国瑜 那唐强龙啊赵阿康这些人在韩国瑜跟郭台铭的这个竞选呢 初选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很明显的是郭台铭这一派嘛 那现在这个被这个戳破盲点的就是 你们这些喊话对韩国瑜来讲只会增加韩国瑜的痛苦 那到底目的何在在收容韩粉 这个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让这个韩粉对他们感恩 至少保持一个善意嘛 后面也许他们还有很长的发展时间 好我们来看啊跟同样背景的人啊 这个像李彦秋桃铭龙啊他们都是眷村出身 那陈辉文是属于比较蓝营的媒体 那今天呢我们现在在电话连线上 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他在中国时报工作了有二十几年 而且派驻到东南亚 但是他其实是左营的眷村出身 那梁东平梁大哥 他这几天因为他一直在脸书上面 po所有的关于罢韩的文学 把那个黄思带绑在头上了 或是用他的文字一直表示 他非常赞成罢免韩国瑜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视讯连线的 那个梁东平先生 请他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东平哥你好 你好你好 非常谢谢你啊 我们也注意到 你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梁东平他不是眷村的吗 他自己还在左营眷村 有个发展协会的工作 为什么你最近 在一段时间这么强力的支持 罢免韩国瑜 因为毕竟你的背景 跟韩国瑜是同样的耶 我确实左营眷村的 但是其实我很早就离开台湾了 三十多年前离开台湾了 我后来是在中国时报退休了之后 才回到花莲 那上次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蛮注意韩国瑜这个现象 因为蛮传奇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他之后 我就对他其实坦白的讲很难感 第一个我是高雄人 虽然我离开很久了 但是我1988年 还在高雄当这个地方记者 然后我第二次回到高雄 也是2012年的事情 那2012年 至于1988年 已经长达了24年 我回到高雄 我可以很负责人的讲 我回到高雄 我连路都找不到 完全变样子 所以我对韩国瑜讲了 高雄又老又穷 我很不以为然 我非常不以为然 在他又提到他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政见 就是说这个北漂 说年轻人北漂 因为高雄环境不好 所以大家到台北去工作了 老实讲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北漂 我做了村子 可以说全村都北漂的 是吗 大家都离开高雄了 都是这样子 一直是这样子 因为北部南部有差距 这个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 那我们那个时候 不管是练书也好 或者就业也好 都是往台北跑啊 我们整个村子跑光的 所以北漂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 以前就有了 一直有了 到现在为止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认定说 这个人 就是个虎烂王 所以在高雄市长选举之前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香港的作词人 叫林戏 方木林 戏阳的戏 他这个一个评语就深惑我心啊 他说韩国瑜就是一个直销骗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定 第一个 当然我没有投票权 因为我后来退休是最爱的花脸 所以我就是很不喜欢这个人 那后来他要选总统 那我就是更反对了 我刚刚跟你们节目学姐讲过 我可能是选台湾 最早判断他要选总统的人 是哦 他选上高雄市长以后 你就判断他会选总统啊 二月份 二月份他去 我想你记得吧 他到新马去访问 是哦 你了解那个地方 因为你派驻那里过 我派驻了16年 新加坡 新加坡住了6年 那在曼谷住了10年 我在派驻东南亚的时候 这个台湾的首长到那边访问 我也采访了很多 从来没有一个首长 敲锣打鼓去卖农产品 哦 所以 第一个 这个不是他的事 不是他的事 对 第二个 为什么要敲锣打鼓 嗯 我认为做记者 嗯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要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事情 是 韩国瑜 敲锣打鼓去卖农产品 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哦 所以他是为了这个事 他就是为了要做这个很廉价的业绩 他签的都是MOU MOU不是合约 但是一般老百姓不懂 一般老百姓他包装的好像以为他签了多少订单 他那个时候讲都是订单的 不是的 MOU根本不是订单 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是 他只是一个异象书 说我愿意 有一天我愿意要跟你买这些 那你买不买 或者是到时候是什么价钱 那是以后的事情 嗯 所以你看穿他了 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 你看穿他了 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 嗯 我那个时候就在批评他 我脸书上常常在写啊 我就说这个根本就是在唬烂嘛 嗯 骗人家不懂 可是他已经 你现在也证明了 你现在证明了 他那个MOU实现的比率 好像这百分之一点多而已 我忘记了 很少 对好 那东平哥 那再请教你 那可是他的总统选票 得了500多万票 那个票数还比租力轮高啊 没有错 我其实蛮意外的 我其实蛮意外 他还可以得这么多 但是你再回头来想想 也并不是很意外 嗯 为什么 宣存子弟 你就宣存子弟来讲好了 嗯 我们全家 我跟你讲 我姐姐是住在美国的 嗯 我姐姐提到韩国瑜会流眼泪的 好感动的 你很难 你很难以想象的 嗯 我大学同学好几个 嗯 说是韩国瑜是台湾的救星啊 哦 那时候跟我讲 我说你不要讲这么着 我说他碰到实际的问题 他就要露出马脚了 果然不错 我讲这句话没有多久 嗯 就是黄杰咨询他嘛 哦 翻白眼 是 是不是 好 他就他没有 他没有东西 第一个他很大的问题是说他第一个没有东西 第二个他根本连学习的心都没有 哦像呢李燕秋啊唐湘龙啊程辉文这些比较属于跟你背景比较像的这些媒体人他们现在还是公开公然跳出来说要给韩国瑜一个机会 燕秋说让他宣告做一任然后唐湘龙说没有了韩国瑜的高雄呢是没有未来的同时呢他也认为除了他去选总统他没有其他的错 像这些都大概是你过去服务的报系里面像香龙啊这个灰文都是同样一个这个集团里面出身啊那跟你的背景也相似你接受他们这样的说服吗 香龙坦白来讲是很好的朋友啦嗯但是他这半年以来的变化我真的很压抑嗯所以你觉得啊 他本来最早本来是他本来最早也不赞成韩国瑜出来的嘛对嗯 但是韩国瑜出现之后他要挺这个也可以理解啦因为男军嘛嗯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基本上我是不赞同他们这些看法 好最后啊一分钟请你跟你的背景一样的啊这个高雄的蓝营的或者是眷村出身的人啊啊讲一下你为什么支持韩国瑜 而他们在这个认同上面啊或许会有一些挣扎的时候那你自己啊难道没有挣扎吗你说一下你的理念好吗 我我其实没什么挣扎因为我虽然是眷村出身的啊嗯但是我刚刚讲过很早就离开台湾了是那我的这个 这个从小的这个这个这个求学的过程啊跟所有我们的旁边的眷村的子弟都不一样啊 我是左营的眷村啊所以包括我姐妹啊我们家的人包括弟弟他们都是从海军子弟学校这个系统出来是 我唯一我不是我是从左营国小高雄二宗这样出来是啊所以我比较 呃然后我离开了很久所以我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包袱我在想如果我一直没有离开哈嗯我一直在左营住了我可能现在也是他们这个样子 像我姐姐一样啊啊提到这个韩国瑜居然会流远的我是难以想象 你要罢免韩国瑜你姐姐没跟你吵架呀没有没有我姐姐在美国我也我也不会去挑战他这个空气了 你脸书上写了好多呀是他都有在看啦但是他已经不太跟我联系了 好这个梁东平先生啊他刚才很清楚的表示了他一个非常资认媒体人高雄眷村出身 他的一个观察跟看法请继续锁定《民事台湾台》《拉新闻一无二》 欢迎你继续回到《拉新闻一无二》的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访问的梁东平先生 他是左营的眷村长大他陈述了他观察这个韩国瑜的自己的评论 而且立场非常坚定的是从一个能不能适任的立场来看嘛 请教一下施芳你是在左营是你的选区嘛 那边非常多眷村出身的人士而且那边是韩粉大本营吗 还是韩粉大本营那边的人会不会投票出来罢免票零票啊 不会我前两天才在左营大陆那边走来走去 我们很多人跟我讲说眷村里面会出来投罢韩票的一定有 他们敢出来吗 会不会被标志化 不是去投票的时候年轻人敢啊 年轻人不怕这样子的威胁不怕这样的恐惧啊 那我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梁记者所说的部分就是所说 你各位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韩国瑜到东南亚到这个中联办进去的时候 然后都一堆卖水果MOU对不对 你看各位这个上次的MOU15张订单的时候执行率只有1.16 那MOU19张订单的时候执行率只有9.63 所以这样子的成绩单 他怎么敢在议会里面接受议员的咨询 也就是说MOU欠了半天都是假的 高雄的水果几乎卖出去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 所以梁记者他的观察非常的正确 他当时这样大喇喇带了很多记者出去 他其实动机就是为了选完高雄市长以后 这接着下来的跳板就是选总统 就根本不是为了卖水果嘛 不是为了高雄那样发大财啊这个如何如何 你刚刚讲到就是说眷村他们会不会有同侪的压力啊 尤其是这一次因为你一出门就支持韩国瑜的人 不会被呼吁不要投票 所以眷村如果出来走到投票所里面 会不会回家就被反对的人给批评呢 或是给标签化呢 但是这是世代的差距 那个寇姐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罢韩团你在公布啊 那个签罢韩連署书最多的是在左营跟男子 年轻人也很多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说这我世代的差距 那世代的差距的话 也许他爸爸妈妈拿到这个投票通知书 就把它收起来 可是年轻人都知道说没有投票通知书 凭着他们身份证也是可以去投票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害怕这些 更何况眷村改建也有很多 其他外面人进去以后更了解民主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2020选总统的时候 眷村开出来票还是小英大幅度的领先 在我的选区里面小英的票是领先这个韩国瑜三万多票的 相当的高 所以所谓的韩粉的那个黏着的力量 或是说这个反霸韩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力 其实你是认为是比较不存在的吗 比较不存在 因为他们都会就事论事 你想想看高雄又老又穷谁弹出来的 是 刚才那梁东平讲的他是一九八八年 刚才东平哥他讲的 你知道我在做记者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 而且他是这个派驻到东南亚 大概是台湾唯一的权威 而且那个那个那个时候的余季中先生的中时报系 他们非常栽培这种住在地的这个记者 中文时报派有东南亚的长期记者 在南美洲也有啊 那个也有一位记者也非常的知名嘛 那他刚才讲到令人感动的是说他一九八八年出国 这个去派驻国外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 二零一二年他回来 二零一二年是花妈执政了 结果他都找不到路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高雄又老又穷 不是事实吗 眷村改变 是不是眷村改变了 好这个梁东平的这个说法 他是就事论事嘛 所以请教文艺在最后关头 有问情喊话 有这个有条件的为他讨饶 那在选民的这个心里面而来讲 要罢免他的人呢 里面有哪一些人他到最后关头 可能会被这个左右 会不会 有有一些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韩国瑜在施政上是草包又不学习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他在另一方面 他选举上他的策略是精准 那也是令人杂舌 所以这三位媒体的人 其实不是在帮韩国瑜 韩国瑜如果看到他们出来讲话 我觉得他觉得心又量了一半说 你哪个照出来 他的策略其实真的是有打到要害 我先跟大家讲 我手中这个收取版 这个是高雄市我们的市选委会 当初在找投开票所的时候 我们直到5月8号才把所有高雄市 1823个投开票所早期 4月24号统计的时候有1513个 4月22号已经有1513了 结果交易局民政局相继出手之后 4月27号整个投开票数往下降 少了146个 到4月30号再更少 剩下一千182个 这个是韩国瑜的系统 教育局要求学校 一间学校最多只能出现两间教室出来 民政局那边有出手之后 整个投开票数往下降 他们用意在哪里 决战投票日 一开始他们的一个想法 把投票数如果有规划的减少 造成大家投票的不便 那这个在中选会介入之后破局了 破局之后 但是有一项他们还是达成他们所要的东西 就是投开票所的改变位置 改变的地方 我帮大家统计的下来 总共改变了723个投开票所 换句话说改变有40% 每100个投开票所里面有40个是不一样的 在整个大本营 三民区跟左南改变最多 甚至一区有改变100多个投开票所 他才200多个投开票所 他就改变了100多个 这样子的步数会让很多的民众 尤其是长辈 他根本就不晓得说他的投开票所已经改变了 所以一步一步的再加上最近很多的民众反应 这个礼拜开始收投票通知单 很多没有收到 有些里长慢慢整理 李明打电话去说 你当我没收到投票通知单 你说你去什么 我还在整理 反正整理完就会给你们 你说这是技术性操作 技术性操作 什么这个林雅区啊 寄到这个前证区 或是凤山区寄到另一区 这个可能以前会发生吗 那个就不可言 那整个的选务系统里面 把整个一批的投票通知单 对啊 移花接木跑到别区去 那个就是太 我讲一下 你要说技术性吗 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这样子的操作手法 会让大家越来越厌恶这个部分 建民兄说 监票 开票性监票 我告诉你 从以前选举到现在 每个阵营本来在开票时候 就会有监票人员 每个阵营就会提报 所以原本就是有一定的监票人员 在投开票所的时候监票 所以这是国民党所提的 所谓的全面监票 绝对不像国民党所讲的是开票后 因为原本就有的游戏规则 就是每个阵营都会提报出来 在监票的时候是开票 但是这张是高雄市国民党党部 寄给他们的党工 就是每一个国民党的组织非常绵密 这个信封是国民党的市党部的地址 寄出来的 每个里他们大概会有四到六个左右 不等的小组长 然后里长的位阶在这小组长之上 这一封信是某个国民党里长 看不下去拿给我的 他说全部都没有关系 你要怎么普通韩国瑜他都没有意见 重点在最后全面监票全程录影 他认为全程录影这个 就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这个摆明就是叫国民党的里长 拿着所谓的监视器 在那边帮大家录看谁来投票 这录完以后会怎样 他也没有说是在投票的时候录影啊 全程 他有没有写时间 这个是国民党自己收到信的人 他自己就可以这样解读了 他有没有写时间 他上面如果写时间就 就六月六日啊 我说早上九点八点到下午四点 这个就是你们要硬拗嘛 不是 因为你们也会扩大解读 这个是连收到连你们的党工 都认为这样子宣传 是很不合时宜的 我觉得他上面没有写太多的时间 那些什么 几点到几点的话 你如果写迷时间 你就可以讲 六月六要全程 全程录影嘛 那你要硬拗说 开票的时候 我告诉你 所有的全程就是开票过程 在开票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监票了 你不需要发给里长 或者是 一定很多人关心 他就说开票的时候 可以去看嘛 那个都已经有列明列册上去的 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混淆视听 所有的都已经有列册要去监票 唯一的意思是说 各个阵营推荐的监票人员 其实都已经找好了 都已经找好了 那你现在在找的就是 所谓的监人部队 多余的 你都已经找好了 那他上面也没有写 几点到几点 就刚刚跟你讲那个 就难免让人家联想 你要联想 各自解读 抓对自己有利 你要这样解读 你是害了很多 那就选民来这个判断了 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比较属于蓝营的这个人士 像张立敏 又出来说 他挡了谁的财路 而且他跟那个 跟市政团队挺好的 这个副市长 潘恒旭等人 那这些媒体人 他们到最后关头 还是替韩国瑜讨饶当中 但是也有人 仍然饶不过他 其中有那个黄创夏 也是眷村吧 桃园眷村的 天天坐在那边 倒数祭时 六月六号 送谁回斗六 然后黄光琴呢 更别讲他就是 韩国瑜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开了一大枪 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还写了一个 这个跟着月亮 跟着什么月亮走 这样的一个 图子跟着月亮走 图子跟着月亮走 对他的传记 后来还翻脸啊 这个已经我们都一年多看过来 那现在呢黄光琴又揭发他 说他呢欠高雄市民啊 这个一票 就是他那个市长的票 两千六百多万 还没有还给高雄市民 那他的总统的票是 是国民党领走的 所以市长的这个票 还有两千六百多万元 该还了吧 那他这个韩国瑜呢 他有这个申报上面 似乎是还没有还的一个 这个状况啦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好 那我们今天看到他呢 去接这个第一艘远洋船 这个返底前镇渔港 当然他又被 真的也被放大近看 他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 他跑去跟人家握手干嘛呢 接受解疫过程 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交谈握手引发防疫破口疑虑 然后人家媒体两度问他 他都不回应 那这个卫生局长说 船员已经下船 双手喷洒酒精消毒戴口罩 韩国瑜也是 当下是安全的 那这他不注意不留神吗 这就跟那个啊 这个啊 是跟那个 刚才那个梁东平讲的一样 你知道那个梁东平 刚才跟我们讲的 就是说他完全不学习 也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明明事先也可以演练 为什么他没有呢 这个让我想到 例如像郑文燦 他去了那个小学的时候 打营养午餐 结果要讲话的时候 还被那些小学生提醒说 市长不要讲话 要防疫等等 也就是说你到每一个场合 你必须要符合那边的防疫规定嘛 那这件事情真的不是 你放大检验的那个韩国瑜 而是说这边你看哦 这个是卫生局 他卫生人员 他们是穿防护衣 在那边全程去戒备 这样一个景象 那你再仔细一看哦 他原本的这个每个座位之间 都相隔1.5公尺 都圆圆的每个人都戴口罩 中间就有韩国瑜这样子插进来 而且还去握手 没有戴手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原本 大家是用很高戒备的去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个疫情上的风险 所以说不管是呢 这个防护衣也好 或者是安全去社交距离 或是戴口罩也好 韩国瑜除了有戴口罩之外 他是完全破坏掉整个社交距离 而且是直接去握手 当然他可以说 因为我有消毒啦 所以说其实手没有那么脏 但是你是可以拱手跟大家去 现在是大家都不是握手了吗 对但是他是觉得不在意 他不在意那边的规定 他就自己想要去那边表现出 说我很在意你这边人 可是他为什么要去这里 被我的目的不就是说 我有在关心防疫 因为这是第一艘远洋渔船 到了前证 所以是全台湾第一艘远洋渔船 回来 韩国瑜要彰显他的防疫做得好之后 结果他的行为跟他想要达到目的 是完全矛盾的 就像前面争议的是讲说 对于监票这件事情 韩国瑜他只要出来讲一句话 就是说请韩粉 4点前不要出现 4点后可以来监票 投票前不要去干扰 很简单一句话 他如果现在这个话讲出来之后 就没有争议了 他故意把这模糊空间放在那边 那很多有俄语啦 什么国民党的陈玉珍 就是说我要去看看哪些人投票啊 干嘛 然后另一方就把韩国瑜讲话 或者说其实你们都误会他了啦 他只是说投完票之后可以去监票 这就是两面手法黑脸白脸嘛 那你要终止掉这种两面手法 韩国瑜自己出来呼吁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就是变得很单纯的一个事情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港版的国安法 对他来讲 当然是一个这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对照嘛 对不对 那他自己又不敢出来痛批 中国的这个当局 那今天呢 中国当局的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栗战书更厉害了 他开始威胁台湾呢 也这个不排除要武力统一台湾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到底韩国瑜的阵音派 这个跟鸽派是怎么一回事 左右不协调呢 要拆他的看板就让这件事情 让罢韩呢 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所谓 这个热度提高的这个情况 可是据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原来在台北跟新竹啊 这个都还有看板呢 这个请教韦航啊 原来这个是挂给北漂的人干的吗 因为他们其实这些摆的点都是交通节点 那有很多高雄人可能在 比方像竹科啦 园区这种地方 还有火车站这种交通节点 他们摆就是提醒会在这边出途 通常应该就是可能是北漂的啦 比较有机会看到 因为真的资源有限啊 我比较要强调 其实这个看板 如果新闻不报 可能一般人也不见得会真的注意到 因为他们真的相对比较小 那新闻报的时候我想 其实就是搭配其他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耶 他是写说 666回家吧 那下面还有其他的广告 刚好是反过来999 其实这些就是利用有限的资源 去做最大化的宣传 那他们其实这个广告登出来之后 他有提醒大家说这边有广告 然后希望大家用网络散播的方式 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他们想主诉求的年轻人 就是所谓北漂族 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助群 所以实体广告意义其实没那么大 不如在高雄那边有实体广告 去直接提醒高雄 你在外地的话就是用网络去扩散 然后去在特别的高雄 特定高雄人的同分层 里面去做扩散效果才会比较大 不过根据我们现在观看这个 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讯息的那种效果 我认为其实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就是6月6号当天有投票 6月6号要投罢免韩国瑜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知道 这是高雄的这个民票 但是现在就是动力要出来 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这一周 可能就是所谓回家投票的这个强化动力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因为现在大家有些人可能考虑到天气最近都在下雨 对说是要下雨 对现在大家的考虑 就网络上如果你就大家主要的担心点就是说 下雨如果像前一年下到都快成灾的那种情形 虽然韩国瑜坚持能在积水 可是还是会有交通上的一些困难存在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不愿意在当天或前一天 所以还是看人出不出的来 我要请教一下敏玉啊 为什么有一位媒体人呢 他一直说民进党不团结 在高雄他自己好像也是民进党出身 然后他就做几天一直在说 不会过不会过 韩国瑜不会被罢免掉 为什么 他看的民调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这个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不过这可能是在于之前 因为民进党不是因为那个党部主委的选举 所以大家认为是不团结的 就是可能两边有互相叫板 然后还有就是说 就是不是有一个在那个 有一派是在那个台北办了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那个啦 就是那个高敏玲办的活动啦 他那时候选主委 因为高敏玲他要办那个活动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主委候选人赵天龄 就被指控说他叫他下面的市议员不要来 可是赵天龄后来也喊冤 他先选完啦 已经大和解啦 他们就是当然就是说 你讲的这个吴子嘉董事长嘛 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事件 他会觉得是有点不团结 另外他会觉得说这一次的选战 那是不是跟这个 就是也是跟民进党的派系有关系 比如说像海派或是新潮流 他们的一个恩怨有关系 我们问刘世芳委员这些点 我们讲的知识物可能就是 爱信 就是在初选里面跟陈琦邦也打过的 我们初选过后 也是呀都是全部支持我们党的提名人嘛 那所以其实有那个蓝营的媒体 也特别来问我这件事情 我也是张二摸不着金刚了 因为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市党部主委初选之前 罢含团体的各项活动 不管是我或是高敏玲或是赵天玲 还有黄文艺议员 几乎都是参加的 他请我们去扫街就扫街 站街头就站街头 发黄诗带或是666罢含 我们都去 那选完以后还是照常去 尤其我们现在有百大路口 要站街头开始吹票 所以我不晓得他讲的是哪一件事 不过当然有有人怀疑说 这个将来要补选 会是哪一个候选人 我问过民党的很高层的人士 到底是哪个候选人 他们说当然就是那一位了 我补充一下 我们那个共识真的很强 但是我只是要补充 我每次都会加一个尾巴 就是民进党是一个有机制的政党 你要找一个直辖市的市长候选人 出来的话 就不要初选 不要初选叫征召 那征召是谁同意 当然是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开个中职会 就过了就好了 而不是我跟你讲好 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 大家就有共识 那就能够真的代表民进党出来选 但是因为现在罢韩还没有过 还没有结束 所以如果民进党就跳出来 我们要干嘛干嘛 其实我觉得惹人厌 反而不好 所以我觉得说还是尊重一下 我们党有党的机制 而不是被人家见缝插针 随便讲两句话 然后党就整个崩溃 我想不至于这个样子 文英也是民进党 文英也是民进党 等一下叫黄敬平 见缝插针一下 我觉得 你跟他是同一派系吗 那我们都议员吧 议员同事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这次高雄市党部主委 选举有竞争 然后要见缝插针来分化民进党 我觉得真的是太瞧不起民进党的 从政党的智慧了 其实我们这次在主委选举 虽然有竞争 但是大家都没有口出二眼 然后互相鼓励互相加油 所以说不影响民进党 我认为没有影响 因为整个民意的主流 是要把韩国瑜罢掉 是因为他是一个草包市长 他是一个棒山高雄市人落跑的市长 不有人是怎么说你知道吗 是说如果让韩国瑜继续做两年半以后 就改选市长 那想选市长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就可以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来了 只要两年半 可是要是罢免他成功了 民进党的我们讲陈吉麦 现在被认为是唯一的 而且民调非常高的人选 他出来了他会做第二届 就会六年半 这个有这种说法 但是还是民进党的机制 我的意思说不管是初选的机制 或者是征召的机制 如果没有我们中央导部同意的话 讲一讲就是讲一讲而已 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 所以要低估民进党的智慧 但是也不要低估国民党的 不会 从来不会 调拨的能力 国民党就正如他们讲的 没有 你没有那么高明 因为现在这个 要帮这个 这是很难保 要帮韩国瑜 像你菩萨过江都来不及了 要帮助他能够继续留在高雄市打拼 都来不及 但是就如果刚刚扣姐问到了 虽然 黄议员跟这个刘文在这边 但我还是知道了 说了解说 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判断 以现在假如韩国瑜被罢免了 国民党出任何一个人绝对都不是对手 谁上场都是谁死 你也未免太累了 这是真的 如果6月6号韩国瑜罢免过关了 国民党 你不要说派大咖 大咖千戶级都来不及了 所以不要有那些什么阴谋论 拖延什么 让这些大咖千戶级 江启成 还有这个朱立伦 谁去选 都必败无疑 票更少 那个是谁少的难看而已 你这挨兵盘 那地方上的这个市议员 那当然就是 你如果只是选举过个水 一个在野的党 那个大的在野党不能缺席 那就是陪一个陪着走完这一层 如果是他们设想的陈其脉 那就是陈其脉 就刚刚扣姐讲的 6年半 还是说 如果他没有罢免成功的话 这两年半过去了 陈其脉 他的这个随着的时间的这个消吞 还有包括这个 刚刚刘伟所提到的 民间有他的机制 假如扮韩国的话 这个直接征召陈其脉 无庸置疑 但如果两年半之后 要在这个从零开始 你是要直接征召 还是要像上次这样的 连刘委员都有参加 这个党内出选冲来一次 那就不一定 所以 对海派对各派系来讲 就不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民进党 里面有人 是一个 海派现在叫勇言会 不叫海派了 对啊 人家习惯这个称呼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为了自己的将来 可能可以有选市长的机会 这是从外面观察 但是民进党这个政党 是一个必须要团结的政党 因为民进党支持者很凶 这是我们大家的概念 那今天在台湾呢 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有个非常前进的 这个大法官会议 解释的主张 那就是通奸罪是违宪的 那我们在节目最后 请教一下这个电影 帮我们解读 将来我们要修法 对不对 那究竟它会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社会上的概念 跟这个 这种 未来大家 对于所谓通奸 与否 因为大法官呢 会议记得 我记得解释是 同婚那件事情 是从大法官会议解释 开始突破的 对不对 那 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香港的港版的国安法 现在引发了全世界的痛批 那蔡英文总统今天呢 发表谈话 同时她还报道 还到了铜锣湾的书店 不是香港的铜锣湾 是台湾的中山北路的 台北的铜锣湾书店 表达她自己支持 称香港的意念 那来看蔡英文总统 总统蔡英文造访台北铜锣湾书店 照着老板林荣基示范 也来个开卷友谊 其实我以前常常到香港的书店 对 结果在英文内玩书以后 香港博士 很多的专业的书 比如说法律专业的书 都要到香港去 但如今的香港 面对中国人大 通过港版国安法 威胁自由民主 总统来 就是表达对香港人的力请 亲笔写下 自由的台湾 挺住香港的自由 我跟你们说 这个不难猜 有没有什么 需要特别 那个 政府可以做的 你喜不喜可以考量 让一些 向远 他楼的行献 比方过去是赚民 喜不喜可以延迟的久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提升到行政院底下 我们就设了一个专案的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换掉的现在是 是政府地方出面是学校会不会 让再进入或者居留的这个城市 会比较方便一点 蔡总统重申 台湾政府会援助照顾香港人民 这让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零用机 格外感激还送上一盆兰花 很谢谢你 不要这样讲 这是我们 我要谢谢你 为了民主自由的见识 那 没有台湾结块 我去哪里 这个还没想到 但是你这样离乡背景到台湾来了 我想代表台湾欢迎你 谢谢 郎东你是香港子弟嘛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我们昨天有电话连线黄之锋 他说他们还是要抗争 而且要停止港版的国安法 有可能吗 现在 川普总统说他在今天晚间 台北时间他有一个记者会 那全世界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很多人怀疑 他们都只是这个lip service 就是只是嘴上的支持 没有具体行动 那台湾呢 已经有行人道救援小组 然后民进党还有一个因应小组 而且台湾可能是下一个被处理的一个地方 所以整个来讲 你怎么观察我们未来 在这个几方关系当中 政府跟民间的角色 对啊 因为 关于香港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到香港人 他们为了民主去走上街头 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很多台湾人都很感动 可是这过程当中 台湾很多人都在见缝插针 然后就是说蔡英文是不是要打开放移民 收难民啊 还什么 好像你没做到这些 你就是假挺香港 你就是在消费香港 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香港的问题 他本质上来讲 他跟难民问题不太一样 因为对香港来讲 他有一些很亲中共的人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难民 然后他觉得说都是那些民主派啊 在上街头去作乱的 但是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收了一堆移民过来的话 可能优先来的都是年纪大的 然后比较有钱的 里面很多人都挺中国的 那其实你跟真的要帮助到的人 应该是许多香港的青年人 然后他们就连学业都没完成 然后就因为汤真的关系 所以你会被香港警察滥捕 滥杀 酷刑虐待 这些是我觉得是说 你站在一个人道的角度的话 应该给他们帮忙 那他不是一个说什么 因为过去民进党靠这个选上 所以现在还债 他没有债务的观念 他是一种处于彼此价值观当中 彼此互相价值有共通点 所以我们就互相帮忙的一个精神 那其实也很感动跟很高兴 说蔡英文在这事情上面 是一直有在进展 其实我在大概半年前的时候 有接触过陆委会的一些官员 他们也坦白有去讲说 他们对于香港这个事情的话 他们虽然关心 可是在过往的编制上 因为他们是一个港澳盟障处 跟盟障可以分在一起的 那他们原本的能量根本 他们在学术的研究上 或是行政资源能量上是很弱的 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说 香港这个问题会变到跟 台湾的联动性会变得这么大 所以说最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你这个人道计划 在启动的时候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说 要怎么去判定哪些人最需要帮忙 因为你来的人每个人都说 我有蒙面 我有去上街头被迫害 那你怎么去判定 他是讲的是真的 我们现在有收那个勇派的 勇武派的香港的人吗 对不对 昨天王定宇不是有找出蒙面的人 来开记者会吗 那人数陆委会也没公布啊 因为他现在这个事情是比较低调在做 政府或者一些民间组织 他们就互相合作 是比较低调在做 可见他们在筛选上面 会有清楚的背景的理解吧 所以这个背景理解 你要去跟香港当地的一些本土派组织联系 让他们去提供一些相对的资讯跟标准 那当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是说 一定完全确定 因为你有没有站上街头这件事情 他本来在判定上是很难举证的 而且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香港人有抗争当中 你拿手机出来拍 你会被认为你是亲中国的人 你在搜证要想要给警察 所以他们是讲的是很强调是保密 然后你参与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谁 因为你会遭到中国滥权追杀 反过来说就变成说 我有沒有参加抗争 跟我后续有没有参加破坏 这件事情判断上比较难 这是为什么说目前在执行香港人道救援上面的话 虽然有进展 可是比较缓慢的原因 你去跟大家解释他背后的来龙去脉其实这样 所以台湾民众也不用太担心 是说会不会为了香港这件事情 搞到台湾人自己受到影响 其实这个人道救援人专案 他不是移民也不是难民 他就是说你真的受到抗 因为抗争受到迫害的话 你来台湾你会有一个短期的救援 那至于你这个这样的救援之后 你会有居留的权利 但是在距离说你拿到公民身份 跟永久在台湾的生活这个权利 你还要透过后续的一个移民申请 跟机制才去做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蔡英文他已经取得了一个香港的平衡 去兼顾台湾的权益 跟对于香港人道的救援 只是国台办他现在两边都骂了 他一方面就是骂说 这个都是港独台独互相串联 然后他们在国台办骂得非常的凶 另一方面他又鼓动了一些中国的网友 包含说再来台湾的一些势力 然后在那边讲说蔡英文这些都做假的 打假球没有在做 其实你本来对这种人道救援 他是不可能做百分之一百是说 哇 台湾全面开放 我弄个区域给你让香港专区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站在台湾本位的角度去思考 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如果我们行有余力 愿意可以去帮忙一些香港 受难的一些青年人啊 一些真的受到破坏的人的话 我认为绝大部分台湾人愿意 其实最后决定一点 为什么要选林荣基的这个书 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就是一个人道救援的对象 所以说蔡英文他就到这个地方证明是说 就从这个典范开始 有更多的这些典范可以慢慢陆陆续续去做 这对台湾人来讲 其实完全没有坏处 反而可以让人台湾人 像这个书店 你去到那边去买书去了解 就可以知道说民主啊自由是多么可贵 其实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互相交流 跟学习的过程 好 今天其实像铜锣湾书店 当时要开业的时候呢 也被攻击啊 还有人这个威胁啊等等的 可是他还是这个开始了 从他开幕开始 其实不管是蔡总统 或是赖清德副总统等人 其实他们都是支持 但是今天蔡英文总统 是在昨天的港版国安法通过 然后人道救援小组 要开始陆维会要做计划的时候 他今天是据说是临时改变行程 转到了那个那边去 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 类似像林隆基先生这样的 曾经受难的人在香港 因为他当时是从香港来台湾玩呢 他就不要再回去了 因为他如果再回去 他就可能出不来了 那就透过各种不同的努力 包括很多立法委员嘛 对不对 他就留下来了 他就开了书店 所以这是一个指标 对 它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蔡总统今天用行动告诉说 称香港这件事情 不是说现在网路上有一些 不知道他是来自于中国 或者是境外的ID 一直在骂说 你这个好像是做假的 你在消费香港啊 你就是不敢给移民 用那种更加加速的方式去挑拨 那蔡总统今天的做法 就是去铜锣湾书店 用具体的行动告诉你说 这个书店过去在香港 要主张言论自由 在香港被迫害之后 他来到台湾 继续主张言论自由 继续主张出版自由 而蔡总统在民主自由上面的价值 是跟他同在 而目前的行政机关 也成立这个专案小组 这是有法院依据的 因为港澳条例 其实在18条 它有因应这个情势变化 紧急危难的时候 可以有必要的救援 所以它是有法律上面的依据是说 目前政府本来就可以对香港进行 必要的这个救援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台湾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援助 其实国际上也在同样在思考 不是台湾在面对而已 英国在这一次的 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英国 美国 加拿大澳洲的联合声明里面 媒体特别去问了英国说 那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支援香港 他说他们在评估说 他们可能可以拉长他们居留的时间 香港人可以到英国去 有可能可以待更长 待更久 甚至提供一些措施 让他们可以在地工作 所以英国的思考是这样 美国其实比较强悍 美国的做法是什么 上次在反送中的过程里面 美国已经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这样的一个法案 他不只是宣示 他里面还有制裁 他对于香港迫害人权的这些官员 如果他进到美国 他会被逮捕 如果他在美国有资产 这些官员的资产会被冻结 这一次川普可能晚间 会有一些新的宣布 媒体在猜测 美国媒体在猜测 他可能会进一步取消 给予这个香港的优惠 相关关税的优惠 那香港如果失去这关税优惠 他在亚洲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 就会受到挑战 另外一个什么 他可能会制裁在美国里面的 中国有关共军背景的留学生 有上千人 会把他出境 那包括说中资企业的审查 他可能更加的严格 他会具体的措施去做制裁 那相对于其他国家 不管是英国或澳洲 没有美国那么强悍 但是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其实大家只有一个概念 中国过去跟所谓50年不变 他1997年回归的时候 签了一个国际 叫做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中国人对国际的承诺 对英国人的承诺是 香港有自治权 香港有民主有法治 这个承诺是对全世界讲的 今天翻脸不认人 他怎么告诉你说 中英联合声明是什么意思 中国从反送中到今天 他只讲一件事说 这个是历史文件 过去签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拘束 当作不存在 所以为什么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 要联合出声明 美国还要通过法案去制裁中国 台湾其实我认为蔡英文总统 也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宣示 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制裁 进一步制裁的做法 但是我们在这边确保香港民主自由 相关的民主斗士他们的权利 这边我们是有相关的措施 那所以我们有措施之外呢 当然就说其他国家 他们发表声明 按照中国的这个无极限 这个干到底的这个做法 可能无法这个翻转 可是他可以限制这个中国 做最残酷的举动啊 可是你看看啊 英美加澳联合声明 然后驻英国的这个美这个中国的大使 就开始把他骂回去了嘛 那在台湾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下一个香港就是台湾 所以呢我们必须啊 帮助香港 可是其实台湾啊 要帮助香港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台湾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永远是自由民主不被渗透 所以不是我唱衰这个韩国瑜 要跟黄建平声明一声 就是港版国安法对韩国瑜 真的也是不利的 因为到最后一天呢 霸韩团体就说 你们如果继续让韩国瑜做下去 他就是中联办的同路人啊 就是港版国安法的支持者啊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今天呢 人大最后委员长这个栗战书啊 他做报告的时候啊 这个啊他也强烈的 态度非常强硬欸 把你台湾也犯进去啊 反分裂法 他们对台湾有 已经有反分裂法了 2006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那因此 我们要怎么帮助香港的人民 或是怎么对待香港 其实看法是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去嘲笑小英 说你把政治难民都接过来 那但是也有人说 我们如果现在不帮助香港 将来我们台湾就没有人帮助嘛 可是我要请教的就是 刚才电影说的 美国人的这些所有的做法 最后倒霉的都是香港人 最后倒霉的是香港人 香港他从繁荣的东方明珠 回到未来的小渔村 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来讲 也没差呀 他有经济上收入的问题啊 他无所谓啊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中共有很多外逃资金 其实是逃到香港 伪装成港 他是不是已经逃完了 所以他才做了港版国安法 应该不是逃完了 如果钱都在香港的话 全部都逃走了 对 中共是有非常多外逃资金位置 终成港资 但是现在如果 美国用这个方法去钳制的话 多少会影响到 他会把他钱都扣到吗 就是影响到这个钱 又再转进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当美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防治这个洗钱 防治黑钱 还是以美国最为热血 他的动作也是最明确 所以原则上来说 当美国说要去防堵 从香港来的资金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如果他真的把港资 视为中资的话 那这些资金要前进美国 或是前进所谓的免税天堂 甚至绕一圈去欧洲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 所以他 美国的现在想法 他主要是针对这些大钱 而不是针对香港的一般民众 当然这样的操作 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日常经济 还是会的 但是美国是希望 透过这个方法 再以和平的手段 来去逼迫中共 否则 如果照中共的预想 其实中共他比较偏向就是 我要制造事端 那像这个 这个管法 他就算是一个事端了 那他接下来 会不会去制造军事事端呢 也是美国持续在关系 那美国就 持续的提高 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那你会讲 经济上的压力 到底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不能用民主国家 的思考 的方式来想 重点就在于 中共那些外逃资金 原则上都是那些 中共高官的钱 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 我把你的钱绑住了 你现在这一切都握在我的手中 你不要有些太大的政治动作 否则他不是伤害到 中华人民共和我 整个国家的利益 而是伤害到你个人的利益 这个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我提供一点点 比较不同的观点 其实就是 我还有听不一样的说法 就是说 反正中国在做这个动作 其实他不是突然无预警的 你看他从这个 譬如说有传出消息 他去年就是9月份 就想要开始动香港 那另外你看他撤换了 这个骆惠宁 把骆惠宁跟这个夏宝龙 换上去 那这两个人 一个是拆教堂 拆教堂不手软 拆了两千多的教堂 那一个是把这个 几年之内就把一百三十几个官 把它拔下来 就说这两个人又跟香港 是比较没有渊源 他们本来就比较 没有同理心 所以做起来是比较强悍手段 这两个人换上去 那代表说 其实中国本来就有 要舍弃香港 就是有那个揽炒 揽炒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他这几年 不管是用深圳也好 用上海也好 他可能已经做好了 要取代香港的一个准备 那所以他可能藉此 用这个 比如说港版国安法的 这个做法 就会对其他的经贸区来讲说 你看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特别的 给你特殊的地位 但是你又不听我的话 所以对他来讲 也许他是不是 已经做好 揽炒的一个准备 那对美国来讲 当然他就 美国当然是顺差 就是香港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 自己经济地位 可是你对总 香港 对美国整体经济来讲 香港也不过七百多万人 如果 当然他可能就是 还是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意义 可是如果说你对于 因为川普毕竟是商人 那如果对他 整个这个 这个贸易来讲的话 那香港 是不是如他说的 他真的会这么强硬的做 当然他已经 我觉得均无欺言 他一定会兑现了 只是说你到底要取消 香港的这个 关税地位 到底还要再进一步 可以做多少 我觉得还要再看一下 变成中美贸易战 一样的一个中国看待 对 但是 当然川普还有这个 大选的这个考验 但不管怎样在 香港的这个地位 在这个变化当中 台湾要守住 我们的民主的堡垒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 香港当然他没有办法 这个反制一国两制 他是中国香港 可是台湾 我们有非常多的因素存在 包括了 或者有一些亲中的代理人 有一些亲中的媒体人 或者是亲中的政党等等 台湾是一个让台湾人觉得 骄傲的地方 防疫我们很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防疫的 所谓的新生活 或者说振兴等等 我们台湾对于很多 世界上的前进的政策 都有一些回应 像同婚法 但是通奸罪这个部分 今天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这是一个呼应世界潮流吗 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据我粗浅的了解 好像妇女团体 多半人是认为通奸 除罪化 她们不太接受 没有 大部分是应该要接受的 应该要是接受 大部分是接受的 是 比较保守的人 保守人士反而不接受 对对对 那通奸除罪化的意思 就是通奸没罪吗 我们进一段最新的影片说明 请现场黄定 跟男帮我们做法律上的解读 接下来会怎样 然后 施方比较了解 这个社会各界的看法 通奸罪正式走入历史 通奸罪正式走入历史 二三九条弹书 可单独对配偶撤告违宪 通奸罪违宪失效后 仍然可以藉由民事法律规定 来维护家庭婚姻 原配原谅先生对先生撤告 但继续提告小三 造成通奸罪实际被起诉或定罪的 女性高于男性 引发性别不平等的争议 同时大法官也认为 国家透过刑罚介入婚姻 对婚姻其实造成的不利感 更多 虽然免除刑责 但还是得负民事责任 民事赔偿通常也都高过 以往刑事一颗罚金 不过仍有七到八成以上民众 反对通奸除罪化 未来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对话空间 我们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是具有无限的最高的权力的嘛 对不对 接下来会怎样 居宿全国啦 他今天宣布急事失效 换句话说刑法的通奸罪 从今天开始就没有效了 那可以追溯吗 现在正在进行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 他也就不适用这个刑法了 就是说现在还在诉讼中的 他就没有 就不会被处罚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很多人误以为说 那通奸是不是就没事了 不是啊 大法官讲的是说 通奸除罪化 是不用刑事处罚 不要用判刑的 可是通奸的人 他因为可能涉及到妨碍家庭 民事还是有 他还是有民事上面损害赔偿 而且如果对方 就是说你加另外一个配偶 说因为你通奸的行为被抓到了 我还是可以提离婚 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所以不是说变相鼓励通奸 我看到很多网友直接说 是不是就可以通奸了 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法律上面 有很多种处罚的方式 也有很多种法律责任的追究 在民主国家来看 如果说对于一个家庭的维护 刑事处罚 对一个通奸的 不论哪一性 就是说判刑 是一个好的维护家庭的方式吗 或者好的维护他另外一方的权益吗 很多人认为说刑法 应该是最后手段 动不动给人家判刑 好像不是 你不如让他判多一点的钱 去赔给对方 或者让他多一点 有机会去弥补这个家庭的权利 所以很多民主国家 全部都用民事责任 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法官今天跟其他民主国家一样 说我们不要用刑法 刑法应该是最后手段 你给他真的判刑 我们实务上处理过很多案子 你给他判刑之后 那个家庭其实就不可逆了 就是说本来可能还有机会 还有可能维持好 判刑之后就没机会 所以他就刑法最后手段 刑法的这个除罪化 就是不要判刑 但是他可能还是要赔钱 他可能还是会被判离婚 那现在接下来要修法吗 刑事修法 按照大法官会议解释 大法官是讲做即日失效 那如果说立法院有对应也可以 不对应的话 他也即日失效 所以这个法官就要按照这个大法官 会议解释的条文 来做判决了 对不对 那有些正在进行中的刑事案 他就直接可以不用判了 就判不罪了 因为判处罚的法律 刑法被判就是 宣告违宪无效之后 他就没有那个刑事处罚的依据了 这个很重要 有个社会那个教育的过程 很多人以为以后都没罪了 可以随便乱找小占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而且以前在通奸除罪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女性受害比较大 对 大部分就是譬如说 假设是男生出轨 假男性出轨 但是后来被大老婆原谅的机会很高 对 通常都是把小三告到底 然后丈夫就把他撤告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有大法官会议解释出来以后 我们要相对应的在民事上面 怎么做比较好 让他维持家庭的教育功能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在现场有一位原配 她的大老婆俱乐部吗 我刚刚有请教地影律师 你吓一跳 你要超前部署一下 流行超前部署 但是我觉得地影律师 所以你现在放心了 没有 怎么会放心 地影律师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是说服我的 是说如果说大老婆像我们这种原配 要通奸除罪化 那我们当然关心的是拿到钱的部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说如果老公被抓去关 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去赚钱 去履行这个赔偿的义务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空 所以我会觉得通奸除这话 他对于这个老婆的保障就是好 那你没关系 你要背叛这个婚姻 背叛家庭 但是好那这个婚姻的部分 那我们就解除了 可是至于那个民事赔偿的部分 因为把你关进去 你就没办法赚钱了 那所以如果他不去坐牢 然后可以继续赚钱 然后继续付那个赔偿金 然后付这个赡养费 好那这我们都OK 所以所有的大老婆 不必出币 所有的所有的大老婆 因为通常通奸告的都是 有小三的多嘛 对不对 所以大老婆不必紧张 是吧 应该这样讲是说 过去很多大老婆 其实会因为找真信社 他误采了一个问题是说 真信社可能找大老婆来破门而入 所以通奸罪罪刑还比较轻 大老婆反而中了一个侵入住居 又中了一个妨害秘密 反而更重 所以这个刑 用刑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过去的案例里面 都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圆满 现在没有刑事责任了 大老婆收证 只要看到人家进小 就小三跟他进到 不该去的地方 不用破门而入 收证完之后 就可以进行民事诉讼 因为民事诉讼不用抓到说 真的是通奸的行为 那通常民事诉讼里面 会判小三赔 还是判老公赔 都要赔 都要赔 可以判婚姻的都要赔 那大老婆会比较快 那些花心的男人 不要以为他们逃过了 而且更容易中 就靠起来更容易中 不要以为 因为以前都是他要认定 可能要性器官真的有接触等等 但是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说 你有这样子的破坏婚姻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的话 他可能就可以去判精神赔偿 或是等等相关的事情 所以啊 我们这一届大法官 他们这一届大法官很厉害 从同婚罪的违宪 当时的判决一直到今天 在这个争大法官 不可能是一届大法官 不可能是一届大法官 还得及十多人 不可能是一届大法官 在这一届大法官 不可能是一届大法官 不可能是一届大法官